Hello 大家好 我是Patrick C 我養了一條蛇做寵物 如果有跟開我的台都知道 我最近養了一條蛇做寵物 那我的蛇的名字很衝擊 就叫做 蛇 獅 萬 一條蛇的蛇 Patrick C的獅 鰻魚的萬 鰻魚都是一條蛇的樣子 還有她是女生來的 所以她就叫蛇絲蠻 怎麼看 你喜不喜歡這個名字蛇絲蠻 你喜歡的話 你就向我 說個Hi 不喜歡的話就走吧 直播的時候和大家分享我養了一條蛇 反應是極度熱烈 很多觀眾都說 你竟然養了一條蛇 為什麼養蛇 蛇多大 會咬人 有沒有毒 會不會吃了我 我會不會吃了他 他吃什麼 之類之類的問題 那我見大家反應這麼熱烈 我就決定拍影片和大家介紹一下我養蛇 有什麼有趣的東西 還有我在IG收集了大家 關於蛇的問題 然後就會在這條影片進行解答 首先 大家記得在這條影片開始之前 訂閱了我頻道PatrickC 也可以follow我IG PillKGIC底線C 下次有些Q&A就在那裡問 麻煩大家真的去follow一下 因為差兩千個follow者 那裡就十萬follow了 麻煩 事不宜馬上開始了 首先跟大家說一說 蛇絲蠻的基本資料 都是剛剛好九個月左右 而她的品種就是加州王蛇 所以她是一個鬼妹來的 鬼妹的身體 一千多元左右 貴上來兩千元 甚至四千元都有 加州王蛇就是黑白色 大家看到我的衣著 甚至乎我的房間的報紙都知道 我是超喜歡黑白色的 所以一看到她的樣子就覺得 哇好帥啊 我一定要養她 但怎知養了下來之後 你發現其實她是有點低致的 我的形容是 你看她的樣子 神經病 她在吃的膠刀啊 第一樣東西大家最感興趣的就是 到底她有沒有毒的呢 咬人會不會整隻手指切掉呢 是沒有毒的 簡單消毒其實已經是很夠的了 另外黃蛇的性格普遍都比較餵食 所有有溫度有肉的味道的東西在她面前呢 她都會嘗試放進口裡試一試 最初養她的時候 咬了差不多十次左右 其實她每次都是很穩定 好像我現在這樣 慢慢爬爬爬爬 但是她就忍不住 啊不如試一下 吃一下先 然後就把我的手指放進口裡 我也沒有話可說 她們的壽命平均可以去到十幾歲 甚至去到二十歲都可以的 應該可以養到我四十歲 她都還在這裡 她呆了 對著這個傻仔對著她四十歲 不是吧 不要看她的樣子好像傻傻的 又沒有毒 為什麼叫Kingsnake呢 大家熟悉的毒蛇 例如響尾蛇 硬頸蛇 這些毒呢 對於黃蛇來說 魚童垃圾 它是不怕其他蛇的毒液的 我上網還看過一條影片 就是一條黃蛇 跟一條響尾蛇打架 然後是很快就吃了響尾蛇 神經病 所以我就覺得 哇好帥啊黃蛇 我一定要養黃蛇 喂白刀威你幹嘛困住我的手 蛇皮手扣 幹嘛困住我 之前還試過困住打機 我想99%觀眾都未被蛇咬過 而我呢 就成為了1% 老土的港仔喜歡玩突出 所以就養蛇了 養蛇 結果一個不小心 就帶了蛇斯曼回家 我還很記得我出門的時候 已經想定如果我想買蛇 但家人不知道 那我應該怎麼辦呢 我帶了一個工商爸爸的PlayStation袋出去 就可以用那個袋來做偽裝 然後就帶回家 大家真的千萬不要學我這樣 好差 其實我也有考慮過很多細節才買的 所以大家記得不要衝動啊 我還瞞著他們 在房間裡養蛇 養了差不多一個月左右 我媽媽發現這裡有蛇的時候 那個反應是很害怕 我給你一點魚仔 但你不要害怕 OK 你先不要退口 有蟑螂嗎 不是不是 你這個看看 你這個沒有啊 你買一條蛇 你幹嘛買一條蛇回來的 養下寵物 沒有啊 有沒有牙的 有一點點 咬人嗎 吃飽就不咬 不吃就咬的 咬一點點 吃什麼 吃老司 蛤 我沒有啊 很噁心 你給我別的樣子去吃吧 你有沒有別的樣子給他吃的 沒有的 不吃這些行不行的 不行的 唉唷 算了 我現在搞到頭痕了 不覺得很有趣嗎 我覺得他吃的東西很噁心 你看他看著你 哎呀 海生味啊 是啊 他想吃人啊 你睡覺吧乖 不然我又生味 哎呀 我又生味了 你看他 你看他到嗎 很瘋狂 真的 到底蛇絲慢是吃什麼的呢 除了我的手指之外 寵物蛇基本上九成都是吃老鼠 上網聽到有個terms叫做 老鼠是蛇的完全營養 就是說蛇 只吃老鼠已經是夠了所有的營養 平時餵蛇絲慢吃的老鼠 全部都是急凍鼠來的 吃之前就要拿它出來解凍 坐暖到32-37度左右 模擬一隻未死的老鼠 被他捕獵的時候吃到的感覺 普遍人可能會用暖水坐暖它 但我不用這麼做 我把老鼠放在我的電腦機箱上面 3080Ti很熱 噴風有40度那麼熱 就可以用熱風來坐暖我的老鼠 也有很多人會想看蛇絲慢進食的畫面 同時也有很多觀眾可能會覺得不安 所以事先聲明接下來的畫面 是會有一條蛇 噴了一隻老鼠的畫面 如果大家覺得不舒服或者不想看的話 飛到這裡就可以跳過了這個環節 那我們就去片 蛇絲慢對食的反應是很快的 他一下子就撲上去 然後你看到他圍著老鼠不停轉 這個動作就叫做搞殺 在現實的環境 如果對方是未死的話 他就會透過這個方法 令到對方力盡或者斷氣 就可以吞他下肚子了 吃老鼠的過程其實都很簡單 因為他整隻噴噴地吞下肚子 所以你在他的籠裡面 是不會看到吃剩的東西 發臭的東西 唯一會發臭的東西就是 他們拉出來的屎 通常他屎是很小的 我不知道我預期什麼 一開始很好奇就去聞他的屎 就是屎 話說大家有沒有見過蛇打喊腦呢 其實這個動作不是打喊腦 因為他們進食的時候 隔口要比平時開得大很多 這樣才可以吞到食物下肚子 所以吃東西的時候 下巴會好像甩膠一樣 開得很大 當他吃完東西之後 打個喊腦 繳回正下巴 是不是很有趣呢 其實蛇普遍一個星期 吃一餐 然後其餘那六天 他們是可以什麼都不吃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吃完東西之後 就一個禮拜之內 會拉一次屎 看到屎就撿給他就可以了 然後他裡面有一個水兜 兩天就幫他換一次水就可以了 然後每個月都深層清潔一次 再加上下面有個加熱墊 你長期開著它 讓他吃完東西可以消化 或者天氣有些冷的時候 它可以取暖 那就搞定了 我已經想不到有什麼可以跟蛇組了 還有養蛇的洗費都不算很多 老鼠4-5元一隻左右 一個禮拜吃一次 一個月約二十多三十元的 膳食費 然後他的底材 八幾二百元一大包 一個月又是二十元 我當加熱墊 電費 然後幫他換水 我也不知道這些水可以怎麼計 總計我養蛇一個月大概用六十幾元左右 雖然好像很便宜 但其實養蛇還有很多其他因素要考慮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因為這樣衝動 買一條蛇來養 基本上一些我養完蛇之後 了解到的事情 或者想分享給大家的資訊 我都說完了 是時候 就看看大家在IG上問 有沒有什麼有趣的問題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蛇絲萬會不會咬我呢? 一個多月沒有咬過了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我一開始不懂怎樣和牠互動 拿牠上手 我拿手伸下去 在牠的眼中 這些手指 其實跟我平時餵開牠的老鼠是差不多 都是有溫度 有肉味的東西 所以牠就會一來想咬 但現在我習慣了 先在牠的肚子裡入手 其實牠就很少會無故咬我 蛇對音樂有沒有反應 我表示強烈的譴責和不滿 喂不要走 然後有觀眾問 可不可以吃的? 會不會拿來煮成蛇根啊? 蛤? 你會不會養一條甘魚煎來吃啊? 你不會吧 大家尊重吧 還有我也有想過 我養完蛇之後會不會還吃蛇根呢? 我覺得我能接受到的 平時牠都經常想吞我的手指在肚子裡 牠吃我我吃牠而已 然後有觀眾就問我 牠跟我親不親近 或者會不會認主人 很遺憾地告訴大家 蛇不會有主人關係 哪位是Patrick C 牠不知道 因為牠們的智力 只是分辨到安全 危險 舒服 不舒服 吃得 不吃得 只是這樣而已 牠不會知道我是一個有感受的人 但是蛇 是可以有能力去辨識到氣味的 例如牠平時聞到我的手的味道 嗯 牠都試過咬我好多次 最後沒有東西落肚 牠就會覺得 這隻味道其實是不能吃的 而且牠都會對於牠平時的生活習慣有所認知 平時我跟牠上手互動 牠可能一開始會緊張些想走 發現牠離開了牠的籠 去到我的手上 過了一段時間 再回到自己的籠裡 這個過程是安全 牠們就會慢慢接受到 被我拿牠上手 減少咬我這個動機 然後觀眾就問 貓蛇大戰 我作為一個稱職的主人 我決定不讓牠們相遇 如果讓牠發現我房間有這樣的東西 我想牠每天都會吵著 要進來看蛇 然後給牠很大壓力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好的做法 然後有觀眾問蛇會不會後空翻 我想就算牠會 即使我都不可以邀請到女生上來看蛇 上來看蛇這個句子 已經很奇怪了 不要說邀請 直接嚇走牠們 然後有觀眾問家人的反應 現在都過了幾個月 家人對我養蛇的看法 有沒有改變呢 你對於我養了蛇有什麼看法呢 很新鮮 很新奇 你刺激 我很害怕 其實你也不太能接受到 我是一個錯誤的例子 為什麼不養蜥蜴 手工這些爬蟲 手工是有四肢的 我想養就要養個最不同的 平時我會跟牠對望的時候 牠就會這樣 一塊肉這樣點來點去 是很有趣的 然後有觀眾問 可不可以叫蛇絲曼 叫我外面出快一點 好像沒什麼反應 他只是想衝去我家 蛇絲曼到底有多長 我長一點還是他長一點 老實說 怎麼可能長那條蛇啊 之前呢 牠在我們家裡 進行第一次的脫皮 就量過這條皮幾長 大約五十幾cm 因為蛇絲曼現在 還是一個嬰兒 牠們長大起來 平均都差不多有 1.2-1.5 所以養牠們之前 都要考慮一下 照不照顧到牠們 成年之後的尺寸 來到這條片的尾聲 各位觀眾記得養蛇之前 最重要是做足功課 知道自己有沒有條件養牠 家人接不接受到 你才好去養蛇 千萬不要衝動 雖然大家看我現在 好像很開心 我曾經一段時間 被牠咬到害怕到 要戴手套來照顧牠 但我都很慶幸 我度過到那段時期 我才可以跟牠好好相處 因為養蛇 本身會以為 要不要訓練那條蛇 怎樣去熟悉你 不要咬人 但其實呢 在訓練那條蛇的同時 都要訓練自己 怎樣去看待那條蛇 怎樣跟牠上手 還有呢 我養蛇之後 發現很多人對蛇 其實也有很多的誤解 覺得牠們很惡毒 主動攻擊人 追著那些人來咬 其實蛇呢 牠們平時都是保護自己為主 很少主動去攻擊 一些比自己體型更大的生物 千萬不要無緣 去拿隻棍打牠們 因為人家都沒有搞你 幹嘛搞人家呢 對不對 當然如果大家被野生的蛇咬到 記得拍下牠 然後去看醫生 謝謝大家 對蛇絲猛那麼有興趣 還有給面子讚牠 說牠可愛 我相信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到蛇這個生物 那今天這條片呢 就去到這裡先了 我們下次再見 就這樣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